美食陪的平壤們,大家好! 我叫李啟達 我們廣東人在飲食方面是比較清淡的 講究原汁原味 牛腩在廣東是做很多人喜歡的食材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道男女老少都很喜歡吃的 清湯牛腩 做清湯牛腩 挑選一塊合格的紅花牛腩很重要 挑選牛腩就要帶有一層白色的筋膜 和一層牛油 做出來的牛腩就不眉不柴,入口即化 我們做清湯牛腩 牛腩還會用到的食材就是羅柏 羅柏用之前就要用滾刀切成小塊 帶有其他的香料就是紅棗、甘草、花椒、八角香葉和陳皮、薑、蔥、梅、提香 我們首先處理牛腩 牛腩呢 用清水洗乾淨 然後呢就放入清水 浸泡20分鐘左右 將牛腩的血水壁漆作用呢 就是減少它的牛腩的腥味和牛腩的酥味 現在呢 我們將牛腩撈上來 飛水 飛水呢 就要用冷水落鍋 現在呢就 把牛腩鮪去廚燻 把牛腩煮了 然後呢就放大火 水烧滚了 烧熬6分钟左右 将血泡浮上来的血泡撇匀 将牛腩撈起来 现在牛腩洗净 拿出来切成小块 要根据肉质的纹理 肉质的纹理要横纹切 将牛腩的纤维切断 煮出来的牛腩就爽滑 不硬 切的时候大小要均匀 好了,牛腩就切好了 原料全部准备好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做牛腩了 我们用冷水来煮牛腩 很多比较讲究的老店铺 都是用牛鸡汤来做汤底 味道更加浓 现在我们在家庭里用清水来做 味道一样清甜 好吃的 好了,现在就将牛腩倒进去 然后就姜片 陈皮 八角 红棗 鸡皮 香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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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够放多 因为香叶放多了 汤就不够清 味道就不太好 现在就大火烧 现在牛腩就滚了 加小火 慢火炆一个钟头左右就OK了 牛腩炆成这样就OK了 用筷子轻轻地可以穿透 好 感觉上就酥冷了 洛排倒进去炆了20分钟了 现在就放盐调味 这样就将它轻轻地搅拌 好了 清湯牛腩就做好了 吃牛腩呢 广东人的习惯就是 先将牛腩捞起 还有捞起萝卜 然后呢 倒上原汁原味的清湯下去 然后呢就放少少葱花 香菜 这样呢一碗地道的 美味的清湯牛腩呢 这样就可以享用了 你们想不想吃呢 那你就能吃了 香菜 可以帮你搅拌 好吗 好吗 怎么办 我叫你帮你搅拌 就 开箱 然后呢 在不然间